後邊有一個花園 中間有一個小屋子 那個小屋子有一點像我的Sun Room 可是它因為它只能有窗戶 然後它必須用磚 因為北京還是很冷的 對不對 所以大使館就把那個獨立的 周圍是花園的這麼樣一個屋子 交給我做課室 而且24小時有海軍陸戰隊在外面巡邏 所以外賓服務局的那些中國人不能夠接觸到那個房子 我這個海軍陸戰隊的這位負責的朋友 他就跟我說 他說你可以把你學生所需要的教材 留在這裡 因為我沒地方留 因為外交公寓是極不安全的地方 他們隨時會來翻 對不對 你這個事情不行 我也不能帶在身上那麼多 我怎麼辦呢 他說你放心 你留在這 我們24小時有人巡邏 他說你可以放心 所以這樣的話 有政治組的 有經濟組的 還有這個五官 每個學生還有文化組 實際上高刑建和西方這個大使館之間開始有聯絡 是從 等於是從我的課室開始 我們的文化參戰是 斯先生 斯先生 我們就這麼說就好了 斯先生 斯拉貝基 中文非常好 他研究圓曲 他在大學就研究圓曲 造詣非常深 елен 八三年到八六年 在中國 有一個運動叫做清除精神污染 我想你一定 黄菲一定知道 高新建的劇本《車站》 絕對信號 都被當作毒草 當作反面教材 上演 可是上演的目的是要人批判 斯拉維提先生跟我說 你能不能夠教我他的劇本 我說沒問題 當作批判的材料 當然他也公開 對不對 所以我能拿到 我就教他這個 教了他以後 他說這是真正的現代拍的戲劇 他非常的民族珍貴 他說我們要想辦法 想辦法請高新建到國外去 他說他不能在這被他們毀掉 我說這我就無能為力了 但是他就開始活動 他開始跟法國大使館 跟德國大使館活動 然後他說這個高新建還有什麼別的能耐沒有 我說他不但是戲劇家 他也是畫家 他們說好極了 德國人就請他去參加一個什麼 在德國的一個什麼美術展覽 中國政府說高新建不是美術家協會成員 不能出國 拒絕了 然後斯拉維提先生跟這些西方的外交官繼續努力 然後法國人要請他去參加一個作家的聚會 因為他寫的是劇本 對不對 他當然是作家 他是劇作家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中國政府就說 他不是戲劇家協會成員 他不是作家協會成員 也被拒絕了 我們是86年離開北京 那個時候斯拉維提先生還在繼續努力中 等我們到紐約就聽說 終於成功 高新建得以到法國去參加一個什麼樣的戲劇節什麼東西的 但是高新建這個人心底非常善良 雖然遭受到無數的困難 他還是回到中國去 他還是回到中國去 一直到中共就是要把他下放 要把他弄到什麼亂七八糟的地方去 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 那麼他才在一次訪問之後 留在了法國 他的外語就是法文 我們美國大使館當時是招待了很多 在這個批判這個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當中 遭受迫害的作家 包括劉賓燕 所以我們招待了很多人 我們也就是招待這個 也希望能夠招待高新建 希望他能夠參加一點外邊的活動 精神上都有一點舒暢的時間 我對北京人藝很熟悉 我也知道北京人藝是個什麼樣的迷坑 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知道他們 他們也知道我 是不是 所以這個大家都想著互相能夠利用一下 那個時候是英若誠 英若誠他們把這個茶館 什麼又搬上舞臺 這樣子 所以我就陪著我先生 還有斯瓦威奇 還有我們大使館的好幾位外交官 我們就去看茶館 看了茶館以後 我們就提出來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看這個高新建的戲 他們說 我們那個戲是為了批判用的 我說你們批判 我們也可以批判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呢 他們說當然可以 你們一看就知道了 那根本就是糟粕 什麼什麼什麼 說了一堆 我說我們不管 我們去看看吧 他們就在小劇場 小規模的演他的車站 我們就去了 看完了戲 看完了戲以後 這個大家都在舞臺上 大家就走上舞臺 就跟那些人說說話什麼的 我先生就問說 高新建在哪裡啊 高新建在那個出口那地方 那咖籃裡站著 黑影裡 我先生就站在那個舞臺上就招呼他 高先生請你過來 Jeff的第一外語是法文 所以他跟他講法文 哦 英若誠是英文好 可是英若誠不懂法文 而我們的外交官裡頭 多數的人都有法文 所以我們那些人就亂七八糟 大家熱鬧得不得了 我說高新建過來跟我們大家拍照啊 說話啊 什麼東西 然後就藉著那樣一個機會 這些外交官就把名片給了高新建 然後請高新建參加我們大使館的活動 高新建獲獎之後來過華盛頓 那時候是巡迴的讀書 高新建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念舊的 一個善良的人 他來華盛頓下大學 他打了一個電話來 他說他這個也沒有英文 這個英文不怎麼樣呢 他說他有點擔心 我說你放心 我說全華盛頓的漢學家這一天都會去看你 果不其然 大學當中大家都去了 這個 去了以後這個活動結束 大家排隊買書 請高新建簽名 高新建就把那個口袋 從口袋裡頭拿出來那個皺巴巴的 八十年代的那些外交官的 美國外交官的名片 大家都笑 這個是張三 這個是李斯安 大家都笑 然後他就說 我很謝謝你們 這些外交官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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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做我們該做的事 沒什麼可謝謝 我們很謝謝你來 我們也謝謝你寫林山 大家就非常高興 斯拉維基住得很遠 那這個高新建特別拿著他的名片說 說這個詩先生 詩先生今天沒有來 我說詩先生住得很遠 他要開過來的話 他那兒的血很深 我說他沒辦法 那個高新建就